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3月30號 那麼今天我們的節目主要談一下呢 習近平的健康問題 那麼在講習近平這個健康問題之前呢 我呢有幾個網友提問呢 我來給大家做個回答 第一個呢就是有網友關注到我的個人網站上面 開放了一個論壇節目 這個論壇節目呢就是怎麼去操作 大家怎麼去參與 那麼這個論壇節目呢 實際上一開始設定的時候就有 只是在這個系統設置的時候呢 這個論壇啊它始終跟別的板塊呢有衝突 那麼這都是技術上的問題 所以解決了很長時間呢現在已經搞定 那麼這個論壇我們分為中文論壇和英文論壇兩個板塊 那麼這個上面分別用中文和英文都有標註 有興趣的朋友呢可以到這個論壇裡面去灌水 網友們可以把各種希望我回答的問題 或者是和我希望能夠共同討論的問題 你在網站上呢在這個網絡問論壇裡面提出來以後呢 我們大家參與討論 歡迎網友們呢能夠把自己想提問的問題 或者我們大家希望共同討論的實證板塊的問題 那麼在論壇裡面提出 然後呢我們大家共同來參與 我呢也會每天抽空呢去瀏覽這個網站 對網友們提出的問題呢和大家呢做共同的討論 無論是中文的還是英文的英文的板塊呢我們有專門的英文編輯來處理我們這門英文板塊他們的所有的討論區 那麼希望呢我們通過這一個原地大家有個共同討論共同聯繫的這麼一個交流的場地 這是網友提提其中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呢就是昨天我發了我的那期節目裡面 專門談到了加拿大其中有一個富二代的同學因為炫富遭到綁架 那麼我談到了中國海外有很多達官貴人的子弟 他們在海外求學期間呢他們主要是炮在他們自己這個小圈子 只是中國來的這些富豪子弟的圈子曬的就是藍波基尼勞斯萊斯談的就是炮紐約炮的這一類的人這一類的孩子 那麼這類孩子他們由於炫富明顯容易形成綁架的目標 同時我談到了很多海外異議的民營人士 他們因為對自己子女有良好的家教 自己的子女又能夠融入到海外的這個英文圈 所以很多子女有很好的虔誠我昨天談的這個話題主要是表達這兩個內容 也就是儘管海外西方有非常好的教育基礎有非常好的教育土壤 但是你這個種子如果你是歪瓜裂草 你是屬於中國達官貴人那個炫富醉捧止醉精密的圈子 那麼你的孩子在這個圈子裡面仍然泡在這個圈子裡面 即使是海外再好的教育這孩子也不會有很好的成長 但是我們看到海外很多異議的民營人士 他們並沒有那麼好的條件 他們只是把孩子送到社區裡面普通的社區中學裡面去讀書 但是他們對孩子有良好的家教 給孩子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正確的三觀 所以這些孩子有良好的虔誠 這是我昨天那期節目裡面的中心議題 但是網路上馬上就有大量的五毛來攻擊 甚至有一個什麼有一個露臉的一個年輕人是個90後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翻牆出來的呢還是本身就在海外 網路上有一句話叫做翻牆還愛黨必是狗娘養 我就不知道這麼一個90年代的年輕人 你能夠恬不知識地為共產黨高歌 能夠到海外去攻擊民運人士 他首先把我昨天的節目定義為什麼 說我是宣傳網路暴力 說我說炫富是有罪的 綁架是無罪的 他把我昨天整個這個節目裡面的話題的中心議題 轉成什麼轉成是炫富是有罪的 而綁架是無罪的 然後他就列舉經典 認為歐美的法律對綁架都是打擊的 但炫富是沒關係的可以炫 所以像這樣一個年輕人是這種思維 我為中國這一代的年輕人感到悲哀 像這種人是90年代以後出生的 可以講89年我們為中國的民主浴血奮戰的時候 這個孩子還沒出生 但是我建民萬萬沒有想到經過了30年 我們30年前付出了血獄青春的代價 最後培養出來的年輕人就是黨國的這樣的奴才 我們為這個國家付出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下一代 我們的下一代都是給黨國勳化成這樣的奴才 這樣的獵狗 你覺得這個國家有希望嗎 所以說對這樣的五毛在網絡上散佈這種 攻擊海外民運人士的這些言論 這些人還沾沾自起 甚至要通過這個去撐熱點去提高點擊率 在很多小粉紅裡面去傳播他們是怎麼愛黨愛國 現在網絡上的五毛攻擊我們很多啊 包括我們全民共振 最近李一平跟我通話說 很多這個網絡上面有大量的共產黨派出來五毛 他們把國內的任何新聞事件和任何國內的維權事件裡面 被中共抓捕的受害人的事件都說成什麼是共振導致的 是共振害他們的 他們維權就是你們共振搞的 所以這些維權人士被共產黨抓捕以後 都是你們發起共振讓人家深陷淋浴的 所以大量的五毛共產黨僱用的海外的這些大外宣人們 就不斷地把國內出現的任何維權意義人士被抓捕的事件 把它跟共振聯繫上說是共振導致的 他們就是污名化共振 中共為什麼要污名化共振啊 中共為什麼那麼緊張 就是因為共振實實在在地打到了中共的痛楚 所以中共才特別緊張共振 這就是說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 中共它特別把在六四三十周年裡面 很多記憶猶新的懷念六四的人士 不管是海外 尤其是中國大陸 都利用紀念六四三十周年這件事 會向中共發起一個全民抗爭 甚至全民走上街頭的運動 所以中共一定要扼殺住你們這個運動 那麼打擊全民公正把全民公正污名化 說全民公正是釣魚啦 全民公正就是為了把你們國內的這些藝人是暴露 把你們送進公安局啦 這統統都是對全民公正的一種污名化 包括我昨天的節目 只要是昨天聽過我節目的朋友 你們都可以不難得出我在節目裡面所表達的主題 我明明是在談一個海外炫富的留學生 由於高調炫富由於他的官商背景模糊 因為網路上有人說他是員臣紀委書記的兒子嘛 所以這個人在加拿大遭到了綁架 而很多民營人士的子女他們默默無聞 他們在父母正確的三觀的教育下 他們獲得了非常好的成績 他們考上了美國頂尖的大學 我僅僅是表達這種正反兩面的不同價值觀的教育 在同樣的歐美土地的教育土壤上 產生了不同的結果 這是我表達的一個中性議題 但是五毛這種小五毛九零後 馬上就站出來攻擊什麼 說是吳建民宣傳網絡暴力 宣傳綁架無罪 宣傳炫富有罪 他把這個輿論指向就導向了這樣 你看看 現在的年輕人 他的思維是什麼方式 他究竟是個人思維還是組織安排 還是這樣的人就是寡連先持 如果一個九零後一個年輕人 你的思想追求就是這樣的東西 我只能為你感覺到悲哀 你這一生就只配在住卷裡面 繼續做你的奴才 好談我們今天的話題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他本月二十六號 在法國巴黎 出席這個多邊主義挑戰會議的時候 他在與法國總理馬克龍 德國總理默克爾 包括歐盟委員會主席榮克 在同臺 習近平在這個會議上發表了一個演講 習近平這個演講稿 現在已經出現在網絡上 這個網絡上面看到了習近平這個演講稿 內容裡面標滿了這個拼音和標注 也就是說習近平在這個演講稿裡面有很多字 他是不認識的 他必須要靠這個拼音和標注來提示他 讓他呢不要讀錯字 大家都知道習近平什麼格薩爾王啦 通商寬依啦 習近平出的這個笑話多了去了 一直把這個發酵念成發酵 習近平他這個梁家荷博士他只有這個文化啊 他沒辦法把稿子都正確啊 所以秘書很累啊 要給他把所有的稿子都把它拼音標注上 我覺得這個也沒辦法 因為呢習近平這種小熊就是當了最高領導人啊 他講話你不能讓他醜菜百粗啊 秘書煞費苦心給他標注各種標記 標注各種評音 讓他把稿子都正確 甚至你看這個講話稿裡面都寫的 此句不要讀 都說提示他不要一字一句讀 有哪句話是不要讀的 就是告訴領導人 你沒有這個智商 你沒有這個文化 你按照我們寫的來 問題是這個稿子為什麼會流出 很正常秘書給領導人做個這種稿子 領導人沒這個文化 沒辦法 只能叫秘書幫他做這樣的準備 那麼秘書做這樣的工作也很正常 中共的領導人也不是習近平一個人那麼蠢 也不是習近平一個人經常把各種文字都錯 但是習近平的稿子流傳出來 這就是個大問題 有人說這個稿子或不是假的 我告訴你啊 俄國國家電視台叫RT電視台 它有個新聞畫面 你從這個俄國電視台這個新聞畫面上就可以看到 習近平是不斷地看稿 而且在這個稿子裡面標注著這些生字 碰到這些生字字 習近平難以表達的時候 習近平會領場發揮有時候把它帶過的 這也就說明這份稿子的真實性 也就是說現在網絡上流傳的這個標注著各種拼音的 習近平本月在法國出席的關於多邊主義歐盟會議上面這個講稿 是肯定是真實的 那麼問題就是這個真實的稿子為什麼會流出來 流出這個稿子是什麼人放出來的 你認為這個稿子是什麼普通人能掌握嗎 這絕對是中共的最高機密 那麼中共最高機密為什麼會在網絡上流傳 那麼說明就是中共有內鬥 也就是習近平有一大批政治對手 他們就利用這個問題來羞辱習近平 因為他會向外界傳達一個聲音就是 習近平沒有文化啊 習近平的這個水平很低啊 習近平連唸稿子都能唸錯啊 習近平稿子上那麼多生字他唸不出來 那麼多字都看不懂他號稱他是清華博士 小學文化這些文字也應該懂啊 即使是學著小學文化一些基本的字也應該唸得出來啊 就算唸不出來秘書給你標注 你總應該把它讀正確吧 那怎麼還會把發教讀成發笑呢 所以習近平的政治對手他的反對派們 會不斷地利用這個事做文章 他們之所以把習近平這個講稿讓互聯網上去流傳 也就是通過這件事去羞習近平 向外界傳達一個信息就是習近平他沒有文化 他的能力又比較差 而且呢他在讀稿子即使是給他標注了拼音以後 他拼音也看不懂他經常還把文字讀錯 那麼這種問題都是反映了嘛 這個問題都是反映了幕後習近平他現在遇到強大的挑戰 因為你可以想想看像習近平這麼重要的講稿有幾個人能掌握 基本上應該是掌握在中辦 在中央辦公廳的這些人手上 在習近平這些主要首席幕僚手上 在習近平最重要的這些秘書手上 普通人是接觸不到的 而這些人裡面有人反叛習近平 這些人裡面有人悄悄地把這個稿子把它流傳出來 就說明習近平他自己的堡壘內部出了問題 這就是向外界釋放了一個明確的信號 第一個習近平的政治對手無時不再動習近平的腦筋 第二個習近平內部的堡壘裡面有裂縫 這是毫無疑問我們可以分析得出來的話 所以說僅僅在網絡上看到這個稿子 大家去羞辱習近平去嘲笑他認為哪些字看不懂 這都是表面文章最重要的你要看到 習近平他現在存在著強大的政治對手 那麼習近平這個強大的政治對手 他在釋放出把習近平這個講稿發出去 羞辱習近平的同時他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呢 達到什麼目的很簡單 因為他是配合習近平在整個這次歐洲訪問 他的身體狀況所產生的一個相互呼應的一個動作 因為習近平這次訪問歐洲時候 尤其他在3月25號到訪法國的時候 和法國總統馬克龍路過凱旋門這個義仗隊的時候 可以發現習近平的腳部相當的凌亂 他的腳部很零碎走路非常緩慢 由於他走的相當緩慢 甚至都不能夠正常的邁開腳的時候 馬克龍呢本來是跟他是並排齊行的 馬克龍很快就注意到習近平走不快 習近平的腳步很慢 而且習近平他現在身體不穩 他走路不穩啊 因此馬克龍察覺到這一點以後 就開始調整自己的步伐 跟著習近平慢慢地渡過義仗隊 人家義仗隊的歌沒辦法拉了 義仗隊的歌什麼都是踩到鼓點 有節奏地打的 那麼習近平走那麼慢根本不在點子上 人家義仗隊這個歌早就演完了 習近平早就應該走過去了 但是他走的特別慢沒有走過去啊 人家只好再來一遍啊 所以說習近平的這些動作都可以看出什麼 習近平的腳部出問題了 他的身體出問題了 緊接著在第二天 習近平出席那個法國的記者招待會時候 他在沙發上坐下的時候 他坐下和起身的動作都顯得相當的吃力 他需要用他的手很用力地撐在那個椅子背上面 然後呢他才能坐下和他那站起來 那麼這種動作都讓外界捕捉到什麼 習近平的身體有問題 習近平他不光是在法國 他到摩納哥訪問的時候也是這樣 他的步態也是相當的緩慢 而且呢他走路的時候還搖搖晃晃 這種搖晃這種搖晃就讓別人覺得 習近平他現在身體出了嚴重的問題 因為中南海領導人的健康問題是屬於國家機密啊 外界是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啊 但是習近平這次步態不穩 在全球直播的時候 大家都從電視畫面上看到習近平 他走路如此的步履藍山 如此的步履搖晃 就看著習近平他的這個身體很差 那麼習近平的終身制 你認為他終身到什麼地步 習近平還能撐多久 這是很多人都在想問的 因為習近平在去年已經修改了國家的這個憲法 說是要搞國家主席終身制 也就是他和王岐山兩人都準備終身製造中共的政權 至少你可以看習近平在中共黨內這個總書記地位上面 他現在目前沒有培養接班人 和中共過去不一樣啊 中共過去江澤民在衛的時候 胡錦濤已經作為接班人進入了中央的 進入了中央常委序列 胡錦濤在沒交班之前 那麼習近平在17大時候已經進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作為副主席作為楚軍接班人 而習近平現在19大的開完了 還有兩三年到2022年就要開20大了 但是19大之後你都沒有看出習近平在中共的這個領導人 是哪一個可以接班你從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政治局委員裡面 你也看不出哪一個人是可以成為習近平主君有接班的這個條件 這個接班人那麼重要嗎 我告訴你講接班人在專制國家非常重要 他不是民主國家民主國家大家隨時選舉 這一任國家領導人在執政的時候 根本就無需知道下一任領導是誰到時候人民選就行了 而專制國家不是這樣專制國家領導人都是指定的 都是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傳承啊 按照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一日國之無儲君就等於國之無本啊 所以包括中共他中共在建政以後 毛澤東就不斷地安排他的接班人的 一開始毛澤東安排的是劉少奇 到了溫哥的時候毛澤東把劉少奇打倒了 毛澤東馬上就選拔了林彪作為他的接班人 結果林彪沒當了接班人幾天 在1971年9月13號就外套外蒙古在溫渡爾罕折績而亡 那麼林彪死了以後毛澤東又要選拔新的領導人 這次毛澤東看上誰呢 看上了上海的紅衛兵造反的這個幹事王洪文 王洪文當時提到北京時候只有39歲 作為中共的副主席毛澤東的接班人出現在中共的十大場 但是王洪文沒有幾天毛澤東就感覺到王洪文不行 這個人根本沒有能力 而且毛澤東覺得這個人根本不能夠完成毛澤東他自己所要傳奇的所謂思想路線 所以毛澤東又廢掉了王洪文選拔的華國鋒 因此毛澤東在他執掌中共江山在1949年建政 一直到他1976年死先先後後換了四個接班人 最終是華國鋒沉寂了他的大統 但是華國鋒沉寂大統大家都看到沒有幾天 鄧小平上來就把華國鋒弄掉了 所以說中共的領導人他每一個人他都是安排接班人的 那麼鄧小平那麼在執掌政權時候 鄧小平也是不斷地在指定中共的最高領導人 包括胡耀邦包括趙紫陽這都是鄧小平親自安排的 等到八九六四時候鄧小平覺得趙紫陽信不過 他又安排了江澤民 只是江澤民安排時候並不是鄧小平所願 鄧小平那時候實在是沒有辦法找到一個他所信任的領導人 來接趙紫陽的班了 江澤民那是李先念和陳雲一再立主讓江澤民上馬 那麼鄧小平本身對江澤民也沒有太壞的印象 就覺得讓他上就讓他上馬 只是鄧小平在江澤民智掌政權以後他對江澤民是不放心的 他不喜歡江澤民因此他給江澤民隔代指定 這也就是說中共他從來在接班人上 他不可能讓他爭空的 他給江澤民隔代指定的目的就是什麼 他認為他自己這個路線無論是你江澤民執勁還是不執勁 但是胡錦濤他會執勁我的路線 所以鄧小平他隔代指定了胡錦濤 這也就是中共的領導人每一代在自己接任之前 他首先是成為儲君的包括習近平 而習近平執掌政權以來 習近平從他的十八大十九大兩次黨的代表大會開過 習近平有十年的執政期這個期間 習近平沒有安排儲君 因為他有終生制吧 他可以到二十大甚至到二十一大 他再來考慮他的所謂的儲君 因為一般來說儲君同培養最起碼是五到十年 首先先把你拉進政治局吧 然後再進常委會吧 進政治局要待一屆待五年 進常委會再待一屆再待五年 十年培養下來習近平已經八十多了 習近平肯定是給他自己這麼安排的嘛 因此習近平現在究竟選誰做接班人沒有確定 曾經網絡上傳出他想選胡錦濤的兒子胡海鋒 因為胡海鋒和他那年齡正好可以差這麼二三十歲 也就是等到他要交班給胡海鋒時候 他應該是八九十歲 胡海鋒的時候是六十多歲 來接種中共的最高領導人 習近平他還可以給自己延展再有將近二十年的政治生涯 這是習近平的想法 但你看習近平的身體撐得到嗎 就憑習近平在法國出訪的時候 這個步履混亂就可以看出他現在的身體狀況有嚴重的問題 加上習近平滿臉浮腫 有時候講話時候辭不大意 你就可以看出這個人心不在焉 他的這個精神是恍惚的 所以習近平他無論是精神狀態還是身體狀況 他都不可能讓他能撐到他自己所設想的再做十年二十年 很可能習近平如果他今年就掛掉了 但是習近平他掛掉共產黨不掛是不行 所以習近平千萬不要比共產黨先掛 習近平掛的那天就是跟共產黨一道掛 因為習近平在他是加速了共產黨滅亡的 大家一定要看到這一點 很多人都說習近平滅亡了好 習近平滅亡是習近平把共產黨代滅亡 是習近平拉著共產黨一塊兒死 千萬不要習近平先死共產黨還活著 你要知道共產黨在習近平這樣的人手上死得快 但是共產黨一旦落到王岐山這樣的人共產黨就活過來了 因為王岐山的腦筋他都是能夠救黨的 他是標標準準的共產黨下面傳承的一代 就是上一代是陳雲這樣的人 是能夠看到共產黨他很快就要滅亡 但是怎麼樣去救黨要把他從死亡線上拉回來的 陳雲是有辦法的 那麼混到現在中共的這一代太子黨 中共的這一代紅二代領導人手上 王岐山是有這樣的能力的 如果你現在把共產黨叫到王岐山手上 那這個共產黨會更殘暴更邪惡 但是共產黨的生命會更長 因為王岐山比習近平的辦法多得多 而習近平他除了喊喊口號 除了盲目的滿足他自己作為一言九鼎 他能夠君臨天下 他能夠到海外大量的撒幣 能在國內他任意的去處罰下面的下屬 他可以任意主宰他人的命運 可以獲得無上的權利 習近平只要獲得這個就行了 他根本不在乎這個共產黨死而活啊 我習近平死那天你共產黨跟著我一塊兒子報廢了算了 我只要活的時候擁有無上權利就行了 哪管我死後洪水滔天啊 習近平就這個想法啊 所以習近平在他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時候 他是不會給他自己所有其他幕僚任何人的權利的 他要把權利完全的所謂一言九鼎 所謂定於一針 你看國務院的總理李克強是跟習近平一起 在十八大接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 但是李克強連任的總理的任期都已經當了這麼兩年了 那麼李克強他現在的表現是什麼 可以講是中共所有總理裡面最窝囊的一件 而且李克強在中共的高層裡面 對他個人的各種言論也經常進行封殺的 李克強在前天也就是三月二十八號 在博敖亞洲論壇上面的一個講話 他的講話內容始終是圍繞著中國的貿易經濟的政策 但是中共的官媒根本就沒有在第一時間轉載 直到當天下午才出現在官方的媒體上 而且是中共國務院的新聞辦公室 他們狹下的這個中國網根本就沒有去直播 網上只是傳了一張李克強在講話的照片 而你對比一下去年習近平呢 去年習近平在博物論壇開幕式上的講話 官媒是全部的現場直播 而且全部有文字直播 和今年李克強在博物論壇上的講話 去完成清晨鮮明的對比嘛 也就是李克強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之壹 國家的二號三號人物 李克強在這麼重大的會議上的講話 都可以不直播的都可以沒有文字版的 那麼也就是說李克強在中共的這個地位 和李克強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裡面 對他宣傳的這個地位 是遠遠低於歷屆中共的國務院總理的 李克強的講話經常被冷落啊 經常被刪掉啊 發生過不是一次兩次啊 李克強在2018年4月份 在國務院有一次廉政會議上面 李克強強調要讓人民運用互聯網 大數據來全面監督政府的行為 李克強這句話本來是登載在中國政府網上 馬上就被刪除 而且李克強有一次出訪東南亞時候 他有一個講話是談到中美貿易戰 他當時講話的中心內容就是 任何貿易戰對交戰的雙方 大家都沒有好處 而且打貿易戰最後都是兩敗其傷 因當是什麼 貿易戰裡面解決我們貿易的問題 讓大家互相促進貿易 其實李克強講的話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貿易戰本來就是這樣 如果真正任何稱為叫戰的一定有雙方 雙方一旦打的話一定都有損失 如果是把我們的分器能夠把它管控住 大家不打而是和 而是共同解決問題 那肯定對雙方都有意 我想這是最簡單最淺顯的道理 李克強在表達這個道理中肯定沒什麼錯 但是他的這番講話 港澳台的這個媒體全部播出了 外媒也全部播出了 而中共的所有媒體把它全部刪掉了 我不知道李克強他這段話 你刪掉他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並不代表李克強這段話講的有什麼錯 而是不要給李克強在中美貿易戰裡面 起到任何有主導的地位 不要突出李克強的領導地位 而是要把整個中美貿易戰全部固定在他的熱度都固定在 習近平指定的劉鶴領導的這個談判小組上 而不要讓任何其他領導人講話 來影響到他們這個所謂談判小組 這就是中共對李克強的一個宣傳態度 那也就證明中共的高層領導人 他們彼此之間他們的關係是緊張的 他們彼此之間是防著對方的 李克強在今年兩會期間 你看李克強在台上做政府工作報告時候 他是不斷地拿毛巾擦臉啊 虛寒淋漓啊 李克強的身體也那麼差嗎 能夠做一場報告就能夠大汗淋漓 堅持不下來嗎 如果中共的最高領導人 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都是這樣的身體 出訪是步履零碎 大會主席在台上講話是大汗淋漓 都這樣的領導人 中國14億人民的命運 就交給他們這兩個領導人 你覺得你信得過嗎 所以專制國家就這樣 你不管領導人是什麼樣 領導人只要喘得氣 他就決定你的命運 這就是專制制度 專制制度就決定了中共的領導人 他不需要選舉 只是他們小圈子你們內部定下來 確定誰就是誰 然後誰幹了以後 誰就把自己的權力無限擴大 然後去打擊他的政治異己 最終鞏固了自己權力以後 消滅一切異議人士 這是中共一個專制制度的不斷地延續的過程 中共它就是黑社會 它就是個邪惡的制度 在這個邪惡制度之下 中共的領導人 他身體好一好 他身體差一好 他哪怕八十歲做得嘗到喘得氣 像鄧小平這樣 他都可以悍然下令 用坦克車機關槍去殺害人民 可以越過中共最高的領導人 黨的總書記的指示 鄧小平他都可以下令 這就是專制國家制度的本質決定了 所以習近平今天身體狀況的暴露 以及他的講話稿的流出 都是習近平身邊有很多重要的幕僚 甚至習近平他的這個團隊裡面出現了很多裂縫 有很多習近平的對立力量 在不斷地去羞辱習近平 在向外界傳遞很多對習近平不利的信息 最終就是什麼 最終就可以掩飾著黨內的鬥爭激烈 也就是中共它由於黨內鬥爭激烈以後 最終鬥爭的一方無論是誰勝誰敗 都會通過他們自我的絞殺以後 產生一股新的力量 至於這股新的力量是能夠把中國 像蘇聯一樣完全的根本改變 還是說這個力量比習近平更加邪惡 讓共產黨死的更快 但我們只能是推播出來 希望共產黨它變化的更快 因為變總比不變強 今天的節目就做到這裡 謝謝大家